木屑颗粒机生产线为什么要配备逆流式冷却器? 木屑颗粒机生产线是将木屑等原料通过环膜和压滚相互挤压,以及高温转化为木屑颗粒的过程。 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,如果颗粒受热过高,直接装带就会导致变形或损坏,影响颗粒质量和生产效率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对颗粒进行适当的冷却处理。 逆流式冷却器是一种常用的颗粒冷却设备,其工作原理是将颗粒从顶部输送到冷却舱中,自燃风通过冷却风机从底部进入冷却舱,均匀快速地通过颗粒燃料,使颗粒温度逐渐降低,最终达到所需的冷却干燥状态。 逆流式冷却器可以有效地降低颗粒的温度,并将颗粒中的水分蒸发掉,从而避免了颗粒因受热过高而导致损坏和变形的问题。 在木屑颗粒机生产线中,配备逆流式冷却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,减少颗粒的损坏率,降低生产成本,并保证颗粒的质量达到标准要求。 同时,逆流式冷却器具有结构简单,占地面积小,操作方便等优点,更加适合于生产线的使用。 因此,配备逆流式冷却器是提高木屑颗粒机生产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措施。